输入英文字母 看过了我们的打字的执法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 要怎样输入这一些英文字母了 好 所以呢 刚才呢 我们把我们的手指放在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呢 会是现在荧幕上的这一个样子的 那么呢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 那假设我要打其他键的时候 例如说G和H 我们应该要用哪一只手指来按呢 好 所以呢 G呢 最靠近他的手指呢 是我们这个左手的食指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这一个手指呢 拉到G 我们就可以按得到了 所以呢 这一个G键呢 也是用我们的这个左手的食指来按的 那么H键呢 那么H键呢 也是一样的 用我们的右手的食指呢 把它拉到另外一个位置 就可以按得到 所以最靠近他的就是我们右手的这个食指 所以当我们按H的时候呢 就是用右手的食指 那么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说法的话呢 我的手指呢 本来是按 A S D F G 然后呢 接着接着下去呢 接着下去呢 这一个小指呢 这一个小指呢 会按P 无名指按O 中指按I 还有我们的食指呢 会按U 延伸一个呢 会按Y 好 那么在下一排呢 下一排的英文字母又是怎样的呢 同样的 同样的我们从左手的小指开始 小指按在Z上面 然后无名指呢 然后无名指呢 是按在X 中指呢 按C 食指呢 按V 延伸一个呢 到V 那么右手呢 右手的小指呢 会按在这一个slash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除号上面 然后无名指呢 是按在这一个句号 一个点 中指呢 按在豆号 食指呢 按在M 延伸过去呢 会变成N 那么呢 在我们的键盘上面呢 其他的这一个键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会用最靠近他的那一只手指呢 去按 所以当我们打字的时候呢 一开始我们的手指一定是放在 Home Keys 也就是我们的 ASDF 分号LKJ的位置上 那打其他的这个英文字母的时候呢 我打了以后呢 用那个手指按了以后 我也要把它收回到我的Home Keys上 这一个呢 才是真正我们输入英文字母的方法